我们来看这题 直角三角形ABC中角C为直角且tang A等于5分之12 如果ABC线段长等于26球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sine A等于多少 这个TANCE我们在做到平面上就来画一个直角三角形ABC 那角C是90度 tang A是5分之12 所以我们就把角A放在这边 那么所谓的tang 就是0边分之对边 而且告诉我们ABC是26 所以我们就0边这里是5K 那么VC这里我们得到是12K 那么因此根据毕达格拉斯定理 我们就知道AB得到是13K 所以13K等于26 因此我们先求出K来 所以AB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会等于是13K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这值是26 所以我们就求的K的值 那么就等于2 那么求的K的值等于2 那换句话说AB的长度 那么就是26 那么AC的长度5乘2 就是10 VC的长度12K 得到就是24 那么因此第一小题 我们来求Sine A的值 那么Sine A的值 我们可以按照真实的长度 或者按照比例都可以 所以如果按照比例 那么就是13K 那么分之12K 那么K不会等于0 所以得到的是13 分之12 我们再来看第二小题 那么要来求AC的线段长度 那么AC的线段长度 我们刚刚说了 它就是5K K等于2 所以得到它的值就是10 所以第一小题Sine A的值 那么计算结果就得到来是13 分之12 第二小题 AC的线段长度 计算结果得到是1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